金融時報 消費支出保守 中國經濟成長趨緩 中國11月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只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.9% 遠低於專家預期 新建商品住宅的價格 也不斷地下跌 消費者支出保守 房地產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BBC 英澳簽訂了自由貿易協議 貿易額將增百億 英國跟澳洲 簽訂了自由貿易協議 貿易規模預料 將會增加超過100億的英鎊 而這也是英國正式 退出歐盟之後 所簽訂的第一份 自由貿易協議 日本經濟新聞 日本和牛夯出口量增加 但單價反而下跌 日本和牛今年1月到10月的 出口量比去年同期 增加了63.9% 甚至比去年 全年還高出了兩成以上 但是因為價格競爭的關係 核定的單價反而下跌了